哈达莱嘎的财经新闻 王世任同学有什么看法 意料之中 或者这样子啊 刚好刚好 我说我有一点东西 在今天的这个直播一开始呢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啊 跟手套骨有关系 所以刚好这个王世任同学 有问到的哈达莱嘎 但是我想跟大家谈一谈的 浅谈一下的啊 千万不要给我这个 一直在这个地方纠缠啊 如果我一直讲的话 同学们可以给升七年 还是不要给升七年呢 等一下我紧张啊 顶级手套 对 其实是刚刚的星期六周六 上个周六啊 我们做这个理财直播的时候呢 有些同学呢 很紧张的问 这个为什么顶级手套跌啊 他说为什么手套骨跌 我说啊有跌吗 对吗 好像很久没有跌了哦 或者我印象中一直都是 在那个低水平的 那个地方徘徊啊 然后上个星期六 就看了一下 星期五的收视就 哦跌跌 很少很少罢了 OK跌很少罢了 so 在这个地方 顶级手套啊 上个星期五 跌了三八仙 但是 昨天啊 跟今天呢 都继续走低 哦 OK 好了 来到这个地方呢 就已经是 前期低点了 在我们之前的七月八号 七月份的低点 跟八月份的低点呢 现在九月份呢 呃 为什么 有一个现象 股价好像是想再探新低 呃 这个是 好像啊 我没有guarantee任何的东西 我也不敢跟大家 对于股价的走势呢 做出任何的猜测 啊 上个星期六 有同学关心 那么这个星期 星期一 星期二呢 顶级手套的股价 继续占一点 很小很小的走低啊 OK 呃 我知道有比较多的投资者 有关心手套股的 啊 啊 我 将我知道的一些东西 要给大家 啊 关心手套股的朋友呢 就要 我觉得你们要知道的 也跟今天的 哈达莱嘎的 呃 股东大会里面 提到的 公司的管理层 提到的东西 呃 有关系啊 第一 手套的这个销售价格呢 是呃 出现了迅速的回落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 even though Delta病毒的 这个在全世界 很多地方 有爆发 第二第三轮的爆发 但并没有明显的带动手套的需求了 这个是哈达莱嘎的管理层讲到的啊 原因是之前被货被到很充分了 现在是要消耗库存 的时候 and 预期这个来自中国手套制造公司的供应 会多取掉一部分马来西亚在全世界的这个手套供应领域的市场份额 OK 那哈达莱嘎的管理层有提到这些东西了 那我想呃 在这边简单的跟这个呃 关心顶级手套的这个呃 投资者呢 讲一下的就是你要brace for landing OK 就是飞机对吗 遇到气流 空姐那个视频叫你什么 护注头 brace for landing 明白我在讲什么东西吗 我当然不是讲股价landing啊 我是讲盈利的lending OK 顶级手套准备公布盈利了 and如果对一下这个哈达莱嘎的这个HGM里面讲到的过去几个月的这个手套的average selling price迅速的下降 那加上疫情令到我们这边的呃这个手套公司的工厂很多生产线不能够就不能够高负荷的方式去运作 所以顶级手套接下来会公布的业绩 可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下滑幅度 不知道上个星期到今天的股价的悄然下跌 是不是已经反映了市场对这个盈利会着陆 着陆还是着陆 着陆 陆地的陆 对这个盈利会着陆的担心令到股价提早出现下跌吗 各位同学请问你们的看法 欢迎在留言区啊 讲一讲 OK 总之盈利就要准备公布了 公布的时间可以看一看 顶级手套的季度呃 结算呢是每年的2月5月8月跟11月 然后呢顶级手套的这个8月份的业绩公布啊 而且对不起8月尾的业绩结算啊 讲多一次 2月尾8月5月尾8月尾跟11月尾 他结算他不是3692月的 他是2581月的啊 然后呢这个8月结算了之后 根据顶级手套过往的他自己内部的发布时间呢 他在第二个月就会很快就会公布 比如你看这里2月28号今年结算 3月9号就公布了 然后再在早前5月31号结算6月9号就公布了 所以会不会是9月9号就公布呢 对吗 你看之前就12月9号公布2020年 他好像就是第二个月的9号就会公布 今天已经是9月7号了 9月9号就会公布也就多两天啊 如果这边根据啊 我们在这里的数据可以显示的到 在过去三个季度都是公布日期都是选择第二个月的9号 但是之前不是啊 我们这里有过去三年的每一个季度的公布业绩的时间 但不是全部都选9号的 是刚刚过去这三个季度是 所以不知道接下来这一个月是不是 所以如果公布业绩的话 那么我们在之前已经看到顶级手套的盈利 已经出现了拐点 听清楚拐点转弯点 我不懂你们听哪一个听得懂 或者听得惯 已经出现了 转弯点已经出现了 这个转弯点绝对不是结束 这个转弯点就是盈利开始下行的开始 刚刚开始上个季度 然后这个季度可能会进一步的下滑 然后上个季度的利润是在两个Billion 21到5月31号 OK 那么6月7月跟8月 价格下调了 产能受限制 季度盈利还会不会保持在两个Billion 还是到1.5个Billion 还是一个Billion 甚至更低呢 Crash mark我不知道 OK 但是这个因为你的盈利下滑 是要回去COVID-19之前的那个水平走过去的 所以不会这么快 对不起啊 两个情况 Either就迅速的回到之前的那个 Pre-COVID-19疫情发生前的水平 又或者是在疫情发生前的水平之上 OK 这个要看具体的需求价格的变化了 但是可能是迅速下或者是慢慢下 我们接下来 我们接下来去观察 但一定会下 而且会回到疫情发生前的盈利表现的前后状况 啊 这个是一个预测 一个预测 因为 你好的行情过了 那现在就是normalizing 合理化的一个过程 这个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我不是说顶级手套会亏损 不会亏损 但是它会少赚很多 而令到投资者 或者是你们很讨厌的那些投资银行 对吗 我知道你们很不喜欢他们会给 啊 当归他个price什么的 但是你看 假如顶级手套公布的业绩 低于他们的预期的话 那么他们这些投资银行的分析师 最喜欢做什么事情啊 最喜欢做什么事情啊 四个字 对吗 落井下石 好的盈利的时候 他就不断鼓吹你的了 怕你没有人懂 对吗 火上加油 对不对 但是盈利不好的时候呢 他绝对就不会雪中送炭 你的盈利主义下降的话呢 他就会直接呢 给你拿一个落井下石 所以准备好这个冲击 好 讲完 OK 等业绩吧 那我在这个部分 只是给一些有关心这个 这个盈利公布的 就手套公司 因为他是龙头大哥 对不起 讲多两句 因为他是龙头 所以如果龙头的盈利 下跌得很够力的话 其他手套股 也会跟着 央吉 一尺鱼 因为市场情绪会是这样子的 好 正式讲完 谢谢 看看同学们的留言先 手套公司估价已经反映未来下滑 反映了 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反映完没有 反映了一部分 还是反映了绝大部分 还是过龙反映 我们不知道 但是 从今天哈达来干的AGM里面 我相信大家你们的WhatsApp Group 你都收到很多投资者 你的朋友的转发的 对吗 那就是 那个 从哈达来干的AGM传出来的 在这个 对于过去几个月的手套行业的 生意情况的 类似一种概观定论的 论掉了 那就要很小心了 OK 好 杰恩说 中国每个月跟大马进一个 100个million plus的手套 是吗 这个我就不知道 但是100个million的手套 不是很多罢了 因为你随便四大天王里面 一年能够做出来的 手套是 几百亿 几百亿 支的 几百亿支 那100个million的手套 这不是很大的数字来的 OK 好了 我们这边 谈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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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